九港的村座連鎖家旗在南道館 不管是一塊錢 又是第三六個店前門的路由經典 都是真條和車條不斷 雖然難免造成踏車的狀況 但大部分在南道館健康的用心 維持到關折之下 村座期間南道館的交通狀況 都算是很平安 感謝我們的用路人的話 來南投觀光 配合都蠻順利 所以雖有少是一個堵車的狀況 但是的話交通還是蠻順暢的 我們還是感謝我們的 外地來的一個用路人 跟我們南投縣民的一個配合 把我們今年的一個春節施導工作 做得這麼盛暢 這麼美好 都是平平安安 另外因為村座期間 南道的天氣都非常好 營出液晃了 更多的UK 來到南道館出頭觀光 經過關折觀光所的統計 現實了村座家旗 來到南道館出頭觀光的UK 已經超過了200萬的人數 營出也創造了超過21萬的觀光相機 根據我們縣府的統計 九天春節期間 來到我們南投縣的總人數 大概有234萬左右 那如果說以一個人 在南投縣花費1000塊的最低計算 可能可以創造將近24億左右的這個觀光收入 這個也是這幾年來 推廣觀光最好的一次 到了200多萬的觀光證據 創造這幾天 南道館也建立了6萬左右的大流UK 高雄政府將與大流自由行的都市 委員本的3A增加到7月下市 對著南道館的觀光發展見到是看好 我想南投縣在日後對這個路客來台 特別是在自由行這個區塊 觀光處會是今年工作努力的目標 南投縣政府發展觀光的政策 可能能夠成功創造了很大的觀光相機 但官府觀光處也強調 未來觀光發展政策 就在要變觀光人處 南投縣竟然要變更有意義的觀光品質 記者見分散 蔡鳳報道